把過去都在過去 但與其說遮遮掩掩 我倒不如用另外一個心態 去迎接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未來 畢竟深愛過 對 深愛的節目 對啊 深愛的節目 深愛的師父 我師父中永遠的大哥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有什麼好忌諱 過去就過去 去一起玩遊戲 如果民視願意或者是節目願意的話 我這些練得不錯 玩遊戲是OK的 對 而且在車裡面 然後那個是 這次戲裡面的角色是一個 音樂老師 所以我很謝謝民視的安排 對對對 不然我真的就是很陌生 所以至少這個角色可以讓我 稍微放心一點點 可能也相對來講 對我這戲劇新人來說 比較好發揮 會擔心演反派嗎 會不會擔心演反派 如果真的演到了 也是要盡全力的把它詮釋好嗎 只有感情戲 我目前只知道是 是雷巴的女兒 然後有沒有談戀愛我小朋友 但如果有 還是會想辦法把它詮釋到位 對 妳主要應該都是戲劇的前輩 對 因為這邊 像余思達 畢哥 甜甜啊 道遠 其實都是戲劇的前輩 也是老朋友 所以其實進來民視的劇組 就是 是開心大過於緊張 因為就是一個回家的感覺 謝忻翔當媽媽 就是聽甜甜這樣分享 妳說當媽喔 因為目前還好 因為我自己有四隻貓 有貓咪在顧 所以比較沒有這樣的想法 而且現在又接了戲 所以就是 希望可以在事業上 有不同發展的可能 更充實 但對小孩有耐心嗎 有啊有啊 因為我們家有個小孩啊 他現在9歲 妹妹的小孩都是 他現在網課都是我 功課都是我來看 所以其實對小孩算有一套嘛 之前去綠島打工 換樹 然後賞D卡 我們那時候 怎麼熬過來那個 就不要看了 我就直接 在手機上 把那個D卡 那個App刪除 沒有想到 其實 其實妳想開就好了 因為 各式各樣的留言 到處都是啊 那妳要把它想成是 就是 某些特地人 他們發洩的地方 就是 就跟我們在FB投文一樣 是一種情感的抒發 那對他們來講 可能也是 所以就是 大家各自發洩情緒就好 反正我就不要看啊 所以妳有想過 會等兩年等這麼久嗎 欸 有 沒有啦 就是 覺得 蠻意外 蠻突然的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規劃 就是在戲劇這一塊 挑戰 但是我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 那我覺得 妳只要 給我這個機會 我會把它做到最難的 那妳演的戲 就是 妳會去看那個網友的反應嗎 就是演戲部分的 如果是 演戲之後播出的話 我 我會想看 因為那些東西都最真實 所以 看看他們怎麼說 既在調整 反正應該心臟也越能大可 嗯 那甜甜有什麼 給妳什麼建議嗎 就是前輩 因為我剛剛一來的時候 因為也 不是很熟悉劇組啊 然後他剛剛就很熱心 一來一跟我講說 等一下要開季呢 會有什麼流程 對 對 對 我來講算是陌生 所以甜甜算是我的學姊 也在戲劇上 所以他會給我 所以熱心的應該是道遠 因為一來就放飯 道遠就一直跟大家 可以吃麵茶嗎 可以吃麵茶嗎 對 道遠這一塊 不愁吃喝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畢哥 畢哥當然就是不用講了嘛 老老藝藝人了 對 大家都照顧得非常好 所以算放心啦 因為都是熟面孔 對 如果在路上 畢竟 看到B&W 他不就要回來了嗎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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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就沒有必要 我覺得就是 把過去都在過去 那如果 與其說睜睜眼眼 我倒不如用另外一個心態 去迎接一個 新的開始 新的未來 你終於讓我想到 你剛剛應該坐下來就自己講嘛 對 那如果 因為我想說你們一定會問 重回節目呢 我覺得都看民視安排啦 還是路過大集合錄影的時候 想要進去一下 你會有勇氣進去 我有啊 我是有的 就是我 畢竟真愛過 對 是我生愛的節目 對啊 我生愛這個師父 我師父中永遠的大哥 對 所以我會覺得 我沒有什麼好 忌諱 過去就過去了 對 而且我也是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也是都還滿坦然的 所以我選擇直接面對 所以一起玩遊戲 如果民視願意 或者是節目願意的話 我們這些練得不錯 玩遊戲是OK 對 而且在車裡面 然後 車裡面 好了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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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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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